那就是呢据说有俄罗斯的这个联邦安全局的这个情报文件曝光了 里面提到什么呢 里面提到呢这个习近平的竟然有一个犯台计划 而且这个犯台计划呢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安全局的前后任的局长都证实了这件事情吗 好这个报道内容是说呢 俄罗斯安全这个联邦安全局的内容说习近平曾经考虑 今年秋天要全面犯台要接管台湾 因为他需要取得小胜利让自己三度连任 只不过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呢 习近平惊觉攻打台湾的机会已然消失了吗 而且呢这个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这两天呢接受了这个美国智库专访的时候呢 他也语出惊人的说呢 习近平呢正在巩固他的权力基础 所以不再隐藏对台湾的野心啊 在专访里面他说呢 这个随着习近平在北京取得政治胜利 不管是透过武力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他要达到台湾统一的目的 哇这个安倍的说法有点吓人 说可能已经不远了 哇将军安倍的说法也许是过了一点啊 但是呢这个除了俄罗斯的这一份情报之外 其实美方这两个礼拜呢 也不断地在提醒台湾哦 说呢最近台湾这个台海的情势呢 是近来最危险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端倪将军的看法呢 这段时间安倍说出的这些警示语哦 我觉得会给我们国军的官兵上井发条 OK 就当然会打仗啊 当然会打仗 当然我们不希望打仗 会不会打仗在于你国军备战的程度够不够 对 如果你今天准备的很充分 你所有的战力都很坚强 那傻瓜才会来打你 就像乌克兰这一次 为什么会被俄罗斯入侵 就算俄罗斯他的评估 他是告诉普丁说 乌克兰很弱 只要你的部队一进去啊 他全部都跑光了 马上泽伦斯基啊就坐飞机跑了 然后这个基辅里面的人就 拿着玫瑰花 然后开着香槟 迎接俄罗斯的士兵王朝来归啊 来这边统治 可是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剧本 我不相信俄罗斯跟习近平两个民 没有沟通过 我相信他们两个一定沟通过 你说这个习近平要接管台湾 他搞不好跟普丁沟通过 两个人狼狈兄弟啊 狼狈为奸一定沟通过 为什么普丁要在冬奥结束以后 再来发动这个战争 在冬奥之前多好 全世界的焦点在冬奥 而且在乌克兰地面结冰土地 最坚硬的时候 他的装甲部队大步的入侵 迅雷不及眼耳 一下把他拿掉 为什么不在冬奥之前 因为习近平跟他说 你冬奥要这样搞的话 告诉你我就不援助你 我就不援助你 兄弟我家里在办奥运会 你这时候掀起战争 你叫我怎么玩 对不对 所以说冬奥以后 没关系 冬奥以后马上动 果然冬奥20号结束 24号他就开干了 所以表示 这一定跟习近平协调过 那习近平跟他讲 你冬奥以后 你要给我打一个漂亮的战争 你是大哥嘛 你是世界第二强的军人 军力武器的国家 你要给我打个漂亮战争 72小时之内 拿下乌克兰 把这个泽伦斯基赶走 然后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件事 看看西方的国家 美国敢不敢动 看看北约敢不敢动 看看附近的国家 嘴巴讲得很大声 口水喷得很远的人 敢不敢出兵 如果不敢出兵 就告诉你这个西方国家 北约指老虎啦 他们不敢打仗啦 所以说普丁听一听 有道理 所以冬奥一结束 他就出兵了 那出兵先用飞弹的攻击 先把这些乌克兰的雷达 机场 还有他的防空设施 全部打坏 全部打趴 果然北约没有反应 果然美国没有反应 只是按照正常的谴责 骂 人道嘛 然后骂他嘛 普丁心想 我什么都不怕 我最不怕人家骂了 反正我就坏蛋嘛 你们本来就不喜欢我嘛 美国一直把俄罗斯 当成第一号假想敌 永远都讨厌我 给你们骂 我继续打 这时候其实习近平 内心是荣心大悦啊 他是非常高兴 就是现在俄罗斯 打乌克兰 国际就像一个 只会讲话的指老虎一样 这些北约 美国 日本都是谴责而已啊 谴责又不痛 所以他心中暗喜 如果我打台湾 国际也是这样 国际也会不痛不痒 不做声色的做一个 非常没有力的谴责 所以俄罗斯当时第一时间 进到乌克兰之后 其实习近平很高兴 所以呢 他们这个计划的计划二 就已经在普丁 跟习近平的掌握之内 如果我可以72小时 顺利的把乌克兰拿下来 对 国际上也没什么作为 下个兄弟 该你了 该习近平了吗 对 你就准备好打台湾 对那打台湾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为什么不夏天的 因为夏天有台风 OK 夏天有台风 那时候古宁头大节 古宁头大节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解放军 被吹得乱七八糟 就是大风大浪 害他们过不来 风险高 风险高 所以他们一定要避开台风 因为在台湾海峡 在南海这个地方 每到了夏天 产生的台风 20到30个 你怎么可以评估 你在作战的时候 你那个day one第一天 他没有台风 所以他要避开 避开最后的时间 秋天 到了秋天 乌克兰你的傀儡政府 也建立稳固了 然后俄罗斯本身在于 欧洲的力量更大了 然后全世界在注意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中间 我在秋天就打台湾 这是当时乌克兰被打以后 习近平心中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 普丁一定知道 难怪这个情报里面 会这样写 对他一定知道 因为这是一种交换的条件 如果我打乌克兰 我如果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万一我俄罗斯 真的缺了那点什么东西 你要帮我 你要帮我 等你打台湾的时候 如果有外力介入 对不起 我也会帮你 对 这就叫交换 所以当时他们都 兄弟俩瞧好了 这邪恶二兄弟 这以为完美计划 完美的不得了 因为世界第一强 跟世界第二强 两个国土加起来 占世界一半的国家 我们想发起战争 谁挡得住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很开心 对 所以这个资料 为什么会流出来 大家说这个俄罗斯 难道这么松散吗 随时都可以拿到 这么样的机敏资料吗 我的研判是普丁 刻意让你截获的 故意让你截获的 怎么说 你不要以为坏蛋 只有我普丁啊 你不要以为全世界 只有我俄罗斯是坏蛋啊 习近平他也很坏啊 他也很坏啊 跟我一样坏 不输给我 我打完秋天 他就要打台湾了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我是坏蛋 坐在我旁边那个大个子啊 那个中国的那个领导人 习近平 他也是个大坏蛋 他刻意放出来 放出来为什么 也要间接地提醒习近平 我现在遇到困难了 你不能装弄作哑啊 对不对 现在你看我72小时打不下 一打打了21天 对不对 头灰头土脸 又又又损伤了这么多 我俄罗斯的年轻人的生命 这个时候我需要支援啊 那个中国你怎么 跟当时讲的不一样啊 当时讲好 我打乌克兰 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要挺我啊 那你打台湾我才帮你啊 现在国际的声浪 他习近平没有想到 国际对于俄罗斯的谴责 会这么样的可怕 金融包含了能源围 不跟你买 所有事情跟你结断 把卢布搞得跟壁纸一样 到处飞在机场一丢 连捡的人都没有 习近平一看 这还得了啊 对啊 他看老大哥你怎么这么烂灿 对对对 你是世界第二 我第三呢 你这样搞成这样子 你叫小弟我怎么办嘛 对不对 那我至少装聋作哑 没有 我中立 对不对 我是中立 对我 我谴责 我也不会帮助任何人 我也不会打任何人 我就是保持中立 那当然对于打人家 就是不对 那你讲出来啊 那你要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加入 谴责俄罗斯的这边呢 他不敢 所以普丁感受到了 哎 你想跳船啊 讲好的 我们两个人要一起 统治世界的 现在我开始了 你要跳船 门都没有 我把你的事情揭露出去 可是直接给太难看了 就做了一个很技巧性的 被人家截获 有这么好截获的吗 这个俄罗斯的情报单位 也太吃饭了吧 那个KGB是他前身 开什么玩笑 全球四大情报王之音乐 而且他是最严密的一个情报王 这么机敏的东西 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协议 怎么可以交 交给随便就截获了呢 所以就刻意的让你截获 然后让这个习近平 你自己看得办 你也是个野心家 你也是个侵略者 我把你的事情揭露出来 现在我需要粮食了 你要不要给 我需要弹药了 你要不要给 对不对 我的防空防空的这个武器 现在不够了 你要不要给美国提供给乌克兰 这么多的目标情报 这么多的电侦情报 这么多的卫星情报 我俄罗斯一个人被大家打 中国你的北斗情报 要不要提供给我一下 你的卫星要不要支援一下 把这些难题全部丢给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现在呢 就装傻嘛 就继续装傻 这对兄弟真是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 这两个人 如果可以团结一致 那还真伤脑筋呢 还好这两个家伙 这狼与背之间 互相勾心斗角 自己心中各有目标 自由小剧场 互相陷害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一定不答 所以他找了王毅说 放心了 我们没有结盟了 我们也不会对抗了 我们更不会对抗第三个势力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乌克兰这场里面 我们就是坦荡荡的大国 仁爱的一方 人道的一方 需要我救助就要救 所以我预判 乌克兰这场战争 中国会给俄罗斯什么 粮末 吃的 你那个俄罗斯的大兵也是人嘛 你们大家都救乌克兰 给他们这些人 这些吃的人道组 我中国是人道 我不会给他弹药 我也不给他武器 我给他粮食 所以我预判 中国会给俄罗斯的 前线的士兵粮食 但是对不起 俄罗斯自己前运 我只运到莫斯科 莫斯科到乌克兰的自己运 所以我说这就是 两个纯心不良的人 两个私下结盟想要赤化 改变世界的人 现在发现了 各有野心 互相互不合作 但是美国趁这个时候 找到了公典 那中国你要不要表态一下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要打台湾啊 那是不是你跟普丁 之间有什么协议啊 那现在普丁又提出了五点要求 你要不要支援啊 你支援要告诉你 你只要敢支援俄罗斯 我就把你列为跟俄罗斯一样共犯 我用制裁俄罗斯的方式 一起来制裁你 所以习近平现在被打得满脸肿啊 满脸包啊 现在不敢讲话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得罪俄罗斯 就是得罪全世界 所以习近平现在只好做一件事 就是把话吞进去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